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关注玉石副 翡翠玉石副 关注不迷路 能发财可支付 少走一点弯路 Hello 今天我们来讲一件墨西沙 墨西沙这个厂口买来的时候是心疼 因为它贵又小又贵 但是它是一个让你开了就happy的厂口 因为其他的厂口不一定能开出非常理想的东西 它的概率嘛 但是墨西沙一旦透一旦亮 一旦水头长 一旦有缸位 它开进去基本上都是美滋滋啊 那这块石头现在它是一个全堵的状态 还是感觉到它只是个石头 是吧 从品质卖向的角度来说 它的价格可能都卖不得一个好价格 但是作为我们赌诗人来说 你买的时候就要花一个很高的价格才买得到 因为它真的是好啊 那么首先我看一下它的一个打灯效果 整个里面有一点蓝绿的一个飘花 水头这边是全透了 而这个有厚度 在这个这个位置 它都是一个满肉 这一坨 上面这一坨是满肉 下面有没有呢 下面有 但是肯定是没有上面这个好了 是吧 是吧 这里有 但是没有这个位置好 那我们只要的是这一坨 那这一坨现在是一个全土状态啊 没有一点动过的痕迹 那我们马上开它 那好好记住一下它这个沙壳打灯的表现 那接下来开完以后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这个就是大家关注我啊 关注我这个频道 关注我这个号 最大的收获 开出来是什么样子 马上动工 来 第一针头 看它是不是够黑 够亮 够冰 就靠这一针头下去 买的时候心疼啊 玩的时候不心疼的那样子 因为它要是一个好东西 哎呀 好像粘重了 一针下去 来看到没有 感觉到是有点绵啊 它有些时候是那个雾层 还没有倒肉 咱们做大 做强 好 因为这个量子不够大 但是它开进去的时候皮跟肉还是绵 这个绵的误程还是很明显啊 好 因为这个量子不够大 但是它开进去的时候皮跟肉还是棉 这个棉的误程还是很明显啊 一会看我压下去能不能把它压一下 压 压深一点一点 但是这个冰冰的感觉 不是所有厂口都能打得到的 只有墨西沙才有这个杠位 把它开完以后继续给大家欣赏 好嘞 那我们刚才那个墨西沙 就开了一个大窗了 这个大窗给人家一股感觉就是 一股黑 是吧 灯一关掉以后整个这个肉质 就感觉到一片漆黑的感觉 这个就是总折射光等问题 然后总特别老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总水 墨西沙总水之王 真的不是浪得虚名的呀 像这种小小的一个墨西沙的一个小冰种 已经是几万块了 市场上的墨西沙是很贵的 里面还有一点飘花 好嘞 这一块墨西沙咱们就开在这里啊 这个就是一个全堵石到一个开完窗的一个整体一个结果效果 还有一个过程 如果你对翡翠对堵石感兴趣的话关注一下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